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不可思议的文具店 作者安芳侄子翻译彭义 某个镇子上有一家小小的文具店 那真是一家小店 入口只不过是两扇玻璃门 里头三个顾客就挤满了 而在店里头静静地守着柜台的 永远是一个戴着远眼镜的老爷子 不过在一部分孩子中间 这家店可是相当有名气的 另外在一部分大人中间 他也挺有名 为什么呢 因为这家店里摆着的 竟是古里古怪的东西 比方说 飘着真正的花香的铅笔 从彩虹上取来的颜色 制作成的绘画颜料 画出来的东西像真的一样的彩色蜡笔 一打开盖子 就能听到小鸟提叫的文具盒 可以看得到墙对面虫子的放大镜 什么都能擦掉的橡皮 此外 还有什么都能吸的吸墨纸 这样的东西陈列在哪里 不管他们卖掉也好 卖不掉也好 店主人老爷子就在店里头 凝神地读着报纸 从中午放学开始 顾客陆陆续续地来了 偶尽也会有大人夹杂在孩子中间来 而到了傍晚天一黑下来 就几乎没有什么人来了 于是老爷子就会关上店的玻璃门上了锁 从里头哗的一声拉上黑色的门帘 然后吸掉店里的灯 于是文具店就整个被黑暗吞没了 一个冬日的黄昏 老爷子正要闭店的时候 来了一个女孩 女孩被雨雪打湿了 看上去又冷又悲伤 对不起 女孩嘎吱一声推开了店的玻璃门 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 接着就飞快地说 请给我拿一块什么都能擦掉的橡皮 来了来了 老爷子从货架上的箱子里 掏出一块黄色的橡皮 一百元 那女孩问 你这真的是什么都能擦掉的橡皮吗 是啊是啊 什么都能擦掉 绘画颜料画的画能擦掉 彩色蜡笔写的字也能擦掉 我心中的悲伤也能擦掉吗 她询问道 老爷子微微一笑 充满自信地回答说 当然能擦掉 真的 非常大的悲伤呀 只见老爷子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用庄严的口吻回答说 是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悲伤 女孩突然飞快地说了起来 是真的吗 我的猫死了呀 已经养了四年 宝贝的不得了的猫 就那么病了 脱光了毛 脏兮兮地死了 一只那么漂亮的猫 它每天和我一起玩 一起吃午后茶点 一起睡觉 我把它当成了妹妹 可它却死了 你动不动了 女孩仰头看着老爷子 那脸上的表情分明是在说 你这么大的悲伤 那么简单的就能擦掉吗 老爷子说 那是一只黑猫吧 是一只尾巴长长的 眼睛是绿宝石颜色的猫吧 女孩大吃一惊 为什么这个人会知道我的猫呢 只见老爷子从店里的货架上 拿过来一张图画纸 又从彩色蜡笔的盒子里 拿出一只黑色的蜡笔 接着 叉叉叉地在图纸上画了一只猫 一看到那只猫 女孩更吃惊了 和我的猫一模一样 这就是我的猫啊 一看尾巴的形状 我就认出来了 这就是我的秘密啊 可是 画纸上画的那只黑猫 是一只病猫 黑色的毛脱落了 眼睛呆滞无光 那是病死之前的猫 擦掉 把那画擦掉 女孩突然叫起来 快点擦掉 一看到它 我就会悲伤啊 老爷子点点头 用黄色的橡皮 在画上画画地擦了起来 猫被擦得干干净净 代替它的 是画纸上出现了一大片水仙花 那碎碎小小的黄花 铺满了整张图画纸 花瓣一个个水灵灵的 发出一股好闻的香味 还有花香呢 女孩出神的嘟囔道 是啊 水仙的花香 这个啊 就是什么都能擦掉的橡皮 而且是擦掉了 肯定会浮现出水仙花的橡皮 一看到这花 你的悲伤就会渐渐消失 你看 消失了 消失了 已经不再悲伤了 女孩的眼睛凑了上去 盯着图画纸上的水仙花 她觉得死了的咪咪 就仿佛睡在花下面似的 咪咪 女孩禁不住呼唤起来 咪咪 怎么样了呢 从图画纸里头 似乎传来了一丝 轻轻的猫的呼吸声 女孩太熟悉自己猫的憨声了 那就像是一阵小小的 从门风里吹进来的风 但却是静静的 暖暖的 如同从咖啡杯子里 冒出来的热气一样的呼吸 啊 我听到了我的猫的呼吸声了 女孩指着话 对老爷子说 你看 是真的呀 水仙花在抖动了啊 女孩用食指在图画纸上摩擦起来 然后用极其热情的目光 冲着老爷子央求道 好吗 一会儿就行 我也想进到这片花田里头去 我想去和睡着了的咪咪告别 啊 不行吗 这做不到吗 老爷子想了一下 点点头 那么可就是一会儿啊 一见到猫就马上回来啊 说完 老爷子就关上了店里的玻璃门 呼的一下拉上了黑色的门帘 然后熄掉了店里的灯 先让我准备一下 等到店里全部黑下来 老爷子朝着右面的货架走去 他从货架的箱子里摸出两把放大镜来 两把放大镜在黑暗里一闪 发射出光芒 那光把四周模模糊糊的照亮了 于是 老爷子摘下自己的眼镜 把镜片也摘了下来 紧接着 他把两片放大镜的镜片摘了下来 紧紧的装到了眼镜架里 形成了一副不可思议的眼镜 黑暗里闪闪发光的眼镜 就像是把泉水的闪光镶嵌进去了似的眼镜 好了 把它戴上试试看 老爷子把不可思议的眼镜递给了女孩 女孩急忙戴上了眼镜 然后又朝那张图画纸上看去 怎么样了呢 女孩发觉自己的身体一点点的变小了 不 也许说不定是正好相反 图画纸迅速的伸展开了 不管怎么说 女孩一瞬间就飞到了图画纸的里头 一个人孤单单的站到了水仙花田里 这是一个夜晚 是一个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夜晚 可是水仙花却一下子亮了起来 简直就仿佛点亮了一朵朵花似的 像做梦一样 女孩出神的嘟囔道 然后试着小声的呼唤起来 咪咪 她把身子向花丛扶去 竖起耳朵 搜寻起猫的憨声来了 咪咪 咪咪 没多久 女孩就发现不远的水仙花在轻轻的抖动 捏手捏脚的走过去一瞅 啊 香甜的睡在那里的千针万雀 正是自己的猫 咪咪 你在这里啊 女孩蹲了下来 抚摸着咪咪的后背 那身皮毛像天鹅绒一样闪闪发光 是一只吃得饱饱的 刚刚睡着的健康的猫的皮毛 女孩把咪咪抱了起来 想不到咪咪的身子哆嗦了一下 睁开了眼睛 那就像是五月的嫩叶一般水灵灵的眼睛 咪咪那双眼睛一下子睁得老大 盯着女孩一看 小声叫了起来 女孩的心中立刻就充满了喜悦 能见到你太好了 女孩正要用力抱住猫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猫却吃溜一下 从女孩的手臂里挤了出去 一溜烟的跑到花丛里去了 咪咪 等一等 女孩朝猫追去 猫时不时的停下来 用绿宝石一样的眼睛回头看着女孩 然后跑上几步 又回过头来 小声的叫上几声 晃一下长长的尾巴 不要 别闹了 女孩笑了 不知不觉的快乐起来 嗓子眼发出了咯咯的笑声 后背快乐的微微颤抖起来 可咪咪的腿也跑得太快了呀 咪咪简直是在花的上面飞翔了 迎着风 嗖嗖的飞翔 然后一下引到了花里 然后又飞了起来 然后又引到了花里 接下来 咪咪突然嗖的飞到了天空中 咪咪 女孩吓了一跳 不禁放声叫了起来 咪咪竟然升到了夜空中 咪咪 你在干什么 你到什么地方去呀 猫的两条前腿 笔直的伸向天空 尾巴伸得直直的 然后就那么直着身子 嗖嗖的向天上升去 咪咪 等等我 女孩张开两手 点脚站了起来 用声音竭力呼唤着猫 可不久 猫的身影就被黑暗吞没了 看不见了 只剩下了两只绿色的眼睛 就宛如真正的宝石一样 不 就宛如摩得正亮的绿星星一样 在夜空中闪烁 女孩贪坐到了花丛里 终于走掉了 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为了擦眼泪 女孩摘掉了眼镜 不想文具店老爷子的声音 突然在耳边轰响起来 你回来了 她拉开了灯 女孩这才回过神来 原来 这里是文具店的里面 女孩的眼睛前面 只放着一张画着水仙的图画纸 和猫告别了吗 老爷子问 女孩轻轻地点点头 泪流满面地笑了 老爷子轻轻地拍了拍 女孩的脊梁 说 好了 不早了 快回家去吧 天已经黑透了 女孩点点头 从兜里掏出钱 买了水仙橡皮 谢谢光临 老爷子从货架下面的抽屉里 取出一张纸 递给了女孩 这是送给你的 是我们店里特制的吸墨纸 啊 是什么都能吸的吸墨纸啊 是的 什么都能吸 墨水也好 绘画颜料也好 你的眼泪也好 女孩把橡皮和吸墨纸 装到了手提袋里 笑了一下 返回到了雨雪之中 等他走了以后 老爷子又关上了玻璃门 然后 吸掉了店里的灯 于是 无论从什么地方 也看不见这家不可思议的文具店了